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最后好像是神的带领提出来说 在动荡的世界更新我们的生命 所以虽然我们提了这个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动荡超乎我们的所思所想 到了一月份这个疫情在中国 而且逐渐地向中国以外的地区发展 所以我们真的看见在动荡的时候 我们人有恐慌 我们有很多的不安 可是弟兄姐妹知道 我们越是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更是要明白神的话 我们更是不能间断 我们从神那里得着这个灵里面的这个粮食 所以盼望着我们 虽然外面这个疫情这个呼啸 但是我们在对神的渴慕 对祂话语的渴慕 盼望着我们越来甚至越来越渴慕 越来越期盼着能够认识我们这位神 所以呢在这个二月份我们开始的 这个哥林多前书学习的里面 大家可能也了解了一些 那我在这里也再一次的 把这个哥林多的这个 它的这个背景这个地方 稍微在这个我们复习一下 就是哥林多这个城市呢 它是在这个希腊版图里面 它是当时这个罗马的这个 殖民下面的殖民地所属的一个省 所以呢它这个哥林多 它是属于当时在希腊最大的一个省 叫亚盖亚省里面的 它属于它的那个省会 这个哥林多地处这个海港 就是海边的这个交界跟地中海 它的这个东边是爱琴海 是一个海港的城市 非常的繁华 有点像我们美国的这个纽约 或者中国的上海 所以呢在这样一个繁华的都市里头 有这个商人也有海员 这样子进出 那么因为它在这个希腊的这块 这个版图里面 哥林多这个地方 它受到希腊的这个文化 哲学 宗教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了解 这个哥林多教会呢 是保罗在他的第二次宣教旅途中间 在那个地方建立的这个教会 时隔到它给这个哥林多教会 再写信的时候 也不过就是几年的时间 所以这样一个成长中的一个教会 其实这个教会年龄也只有几年的时间 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哥林多 我们前几章看到他们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分争的问题 那么到了第五章第六章呢 我们看见逐渐的这个画风题目呢 就讲到了这个 跟他们生活更有直接关系的 就是他们的这个性生活 他们的个人生活 那么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的这段的经文 经节呢 是在第六章的十二节到二十节 是上头给我放 那我们先看一下 首先呢 在这段短短的九节经文里头呢 我们看见神要对我们说 是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想到太多的 至少我自己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我真的是看到了我们这个神 以前我们常常觉得信主了 觉得是心造的人 想到的是我们心里被更新 心意被更新 没有想太多我们的生子 今天这段的经文 告诉你我 神他对我们生子上面 有些什么样的一个 他的心意 那么因为这一段的经文 也是讲得非常的具体 是在生活中间的事情 所以我们先来看这第十二节 这第十二节他说 凡事我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我都可行 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他的瑕疵 这个地方呢 可能在哥林多这个教会 哥林多这个地方的人 他们有一个格言 已经就说 凡事我都可行 更何况他们也知道在这个 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外邦的信徒 他们知道他们成为 这个耶稣的门徒 不是因为行律法 不需要再受以前律法的限制 所以也在这里有一点 这个这个 把他的这个有一点点的叫混淆 所以他们觉得凡事都可行 可是呢保罗在这个地方 用这一节特别两次说 凡事我都可行的时候 保罗说 等一等 凡事都可行 可是都不都有益处 那么益处我们都知道 就是好处嘛 你要说什么 要做什么 做之前也想一想 是可以做 可是到底有没有益处呢 凡事都可行 保罗说 我总不受他的瑕疵 瑕疵是什么意思 我想我们很多人 这个对瑕疵 瑕疵就是受 变成被他控制住 就像健康 我们很爱惜身体 我们愿意健康 好多年以前 也想那时候还在工作 早晨要起来打菜汁 觉得要减肥 要打菜汁 那菜汁里头有几样东西 是不能变的 每天晚上就要预备好 早晨就要起来做 做做做 做了一阵子 有一天我突然 有一个很小的声音 觉得 我被他已经挟着住了 因为如果缺一个土豆 我那天晚上要出去 买一个土豆 或者早晨起来很紧张 要弄孩子 要上班 可是打字的这些事情 不知不觉 变成我好像 为了他要做 一定要做 这个就是瑕疵 喝咖啡 一天喝一杯 喝两杯 对身体好 你每天喝 可是有一天 因为什么原因 你不能喝 你浑身不自在 那你想想 这是不是瑕疵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有很多时候有爱好 爱好爱好到一个地步 你没有了他 你停了一阵子 你浑身都难受 那个就是瑕疵 你成为了他的一个 被他管制的 所以当我们进入到 底下面几章几节的时候 保罗在这里先讲一讲 什么都可行 可是你要想一想 有一些东西行出来 是要你的命 那我们就看下面的 这个第十三节 我们一起看十三节 十三节他说 食物为肚腐 肚腐为食物 没错吧 食物确实为了 让我们肚子吃饱 这个胃确实用来 消化食物的 没有错 但神要叫这两样 都废坏 好 再下一节 十四节 生子不是为淫乱 乃是为主 主也是为生子 你知道当 哥林多的人很自由 人很自由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说 生子 这个食物为肚腐 肚腐为生子 其实里头还有一个 潜台词在他们的心里 性是为生子 生子也是为性 只不过没有说出来 这个是人放纵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找借口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 他讲完食物为肚腐 肚腐为食物的时候 他说打住 马上在这里说 生子不是为淫乱 生子是为什么 他说乃是为主 主也是为生子 弟兄姐妹要这里注意一下 在这个地方他说乃是为主 他不是说乃是为基督 这个地方他用主 也就是说这个主 the law 是在我们之上 我们是要降服他 我们是他有权柄在我们的上面 所以呢乃是为主 圣经虽然没有展开来说什么 但是呢 他用主这个字 他把这个意义 把这个位置 其实告诉我们了 有一些现代的英文版的圣经 他就说得更白话 他就说 乃是生子 乃是属于主 主会眷顾 主会care for 生子 或者说 生子是为主所造 主会供应生子 明白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重属的一个位置 好 那么 保罗说 生子是为主 主也是为生子的时候 加了下面一节 我们看下面一节 他说什么呢 接下去他就说 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 也要用自己的能力 叫我们复活 前面说 食物为肚腐 肚腐为生子 可是他说 有一天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 都没有用 我们最知道的 食物进到肚子 下去就废了 那么 神可以让这两样都废掉 可是 当生子和主的这两字出现的时候 说了 他说 神已经叫主复活 神要用 让主复活的能力 还要叫我们也复活 也就是说 神他看重 这个生子 今天我们成为神门徒 当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的生子也被 Odean了 你的生子也被神 盖一个戳 属于他的了 不单是我们的心灵 乃是我们的生子 弟兄姐妹 所以在这里 这个前面讲 他要用这些 不重要的东西 或者 神要让他 就是马上可以废坏 或者有一天会废坏 可是 生子 神说我还要让他们复活 就像 让主复活的那个能力 要让我们复活 所以在这个短短的 两节经文里头 神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 就是 我们的生子是属于主的 你只可以为主而活 四个字乃是为主 可以翻成 属于主的 为主而活 好 下面继续我们再看 底下的三节 从十五节开始 那么 这个我们信息已经领了 所以你不能淫乱 那么淫乱是什么意思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 淫乱就是 所有的 在这个 神允许的 这个婚姻里面的男女 这种 这种 这种情爱 男女的这种 这种关系 以外的 所有的人 与人的关系 都是淫乱的 那么 我们看十五节 岂不知 你们的身子 是基督的肢体吗 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 作为 参祭的肢体吗 断乎不可 看见没 这个地方 他用基督 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的身子 我们的身子 就是他的肢体 跟他是连在一起的 位置上 我们就连在他那里 我们既然 因为神的救恩 我们与他连在一起 弟兄姐妹 难道你还要把你的肢子 啪 脱开 因为主 神是圣洁的 他不可能有淫乱引擎 可是 你如果愿意 有这样子的行为 要这样子做的时候 你就得把你的这个身子 作为他的肢体 你的啪的要给他断开 将你的肢体 作为参祭的肢体 我们在下一节看 当你跟参祭 当你有这样一个 神不祝福的一种 夫妻关系 或者婚姻的关系以外 当你有这样子的关系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呢 你与参祭联合 便是与他成为了一体 但是与主联合的 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我们都记得在创世纪 很著名的一节经文 二章二十四 他说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 当你跟另外 不是神祝福的 这样子的一个 婚姻的关系里头 当你跟另外一个人 甭管是男的是女的 现在也有同性恋的 只要不是在婚姻的这个 这个神所 这个祝福的 这种 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 这样的合为一体的关系 之外的所有的关系 就都是隐忘的 所以保罗说 只有与主联合的时候 我们与主 就成为一灵 所以 弟兄姐妹 求在这段的经节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我们的生子 是联于基督的 是可以跟他 成为他的一部分 我们说基督徒 是基督的身体的 这个部分 我们过去大部分 用在教会生活里面 就在 这个哥林多前书 三章十六节的地方 林牧师上次讲 他说 你们是什么 你们是神的殿 这个地方 他是说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再看 所以我们的生子 弟兄姐妹 是有意义的 是神圣的 是应当火出圣洁的 这个 是在这一段 这一小段里头 神透过使徒保罗 要告诉我们的 我们的生子 不可以淫乱 我们的生子 是与主要联合的 因为神 现在他是个灵 我们看不见 但是当我们愿意 从心里头 跟他合在一起 当我们的生子 为他来 这样子 只做他 愿意我们做的时候 我们就与他联合 所以你心 你的生子 跟什么样的在一起 你跟他 在神的眼里头 就是跟他 在为一体的 明白吗 所以这一节 我们 告诉了我们 就是说 我们的生子 是 要与主 联合 我们不当 平时 我们想着 在基督里 变成新造的人 我们愿意 学习神的话 愿意这样 可是我们也 顾惜我们的生子 知道说我们的生子 是基督的一个部分 我们也愿意 爱我们的生子 也愿意 让我们的生子 来跟神 来连结 好 我们再下面看 第十八节 十八节在这里 他说到 你们要逃避隐行 人所犯的 无论什么罪 都在生子以外 唯有行淫的 是得罪自己的生子 以前有的时候 偶尔看了这一节经文 你会怎么想 有人会说 格林多的人会说 是吗 生子放隐行 关别人什么关系 是我私生活 是自己的 我要坏 也是坏我自己 可是在这里 说的没有错 在生子以外的罪 这个罪在生子 唯有行 是得罪自己的生子 可是当你得罪自己的生子 在这个地方 不是指的 说性的这一方面的罪 不是在这里比较 哪个最大 哪个最小 这节意思 也不是说 以前我们会想着 唯有行淫的 得罪自己生子的 好像这个罪是不是更大 在这里不是来比较罪的大小 在这个地方就是来比较 就是说 你们要 这个 不要 就是说 也不要轻抗 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罪 虽然是在 这个 这个 做在自己的 但是呢 你得罪你的生子 你 因为你的生子 是属于神的 你的生子 是要与主联合的 所以在这第18节 神要告诉我们 逃避隐行 很有意思的 前面 十三十四节 他让我们说 不可淫乱 十五到十七节 不要与 双祭 联合 要与主联合 到这个地方 他用了 动词是 逃避隐行 为什么呢 我们看第19节 19节 他说 岂不知 你们的生子 就是圣灵的殿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 住在你们里头的 弟兄姐妹 你们有没有觉得 这个又更生了一层呢 我自己觉得 这是三部曲 十三十四的时候 神一个命令下来说 你的生子是属于主的 主也为你 第二节 你的生子跟他连在一起了 到第三段 神他自己进入到你的里面 我自己很感动 在看这样子的时候 神说 我们的生子成为圣灵 圣灵是什么 是从神而来的 圣灵是圣灵 他们乃是一位 弟兄姐妹 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 手摸不着 但是我们无可否认 当你那一天真正的悔改 当你那天敞开你的心 接受耶稣的时候 从那天开始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 对罪都更多的敏感了 我们教会经常 弟兄姐妹在一起 小组讨论 经常会说 我们基督徒 可以做这个吗 可以不做那个吗 可以做这个 我们经常问 可以做这个 做那个 听起来好像我们 觉得我们还是要在那里 把自己要再放到律法以下 但是从好的一面 我看到 我们弟兄姐妹 还是很注意 我们不要行什么 是不该做的 是不是 那是为什么 是有圣灵在你的提醒 你信主以前 可以随便吵架 发脾气 可是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 我相信 你在吵架的时候 会有一个小声音提醒 如果没有小声音提醒 你身边的这位亲人 会告诉你 你今天成为基督徒 你怎么还这样 甚至 非基督徒 他们是打着大眼睛 看基督徒的 你知道吗 他们虽然不信 可是他们的标准很高的 这也是感谢神 教会外的人认为 基督徒 本该要这样做 这样做 应该这样做 怎么这个基督徒 是这样做 这样做 说明他们知道 在神的标准里头 是什么样的 所以呢 今天神 祂进到我们的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常常想到 当我们这个生子 要去做一件 祂不喜悦的时候 你是把祂也带去做 你是犯了什么罪 我们再看 你这犯的罪 就是亵渎了他呀 你如果只是一个生子 啪你断掉 你这个生子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可是祂在你的里面 在你的里面 你要再去做的时候 祂亲眼看见 祂亲眼在那里 跟着你 就看你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你是不是亵渎 亵渎神吗 亵渎神的殿吗 所以 我们要怎么样做 我们看 二十节 二十节 其实也是 像我们的一个 在这一大段的一个 像结论一样的 祂说你们呢 不是自己的人 这个十九节还没完 祂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今天神与我们同在 祂进到我们里面 你已经不属你了 今天剑情已经不属于 以前的那个剑情了 我是属于祂的 我是属于神的 所以我今天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不要想着 祂在我里面的话 我应该要怎么做 可是我们常常忘了 我也常常忘了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要怎么样 设一个闹钟 或者找一个手腕里的人 我们要灵修啊 因为我们生命 我们这个身子 原来是不会灵修的 原来这个身子 不会吃灵粮的 是要有人帮助的 是要有个外界帮助的 然后我们才慢慢的能够 更加的认识这位神 更加认识祂在我们里面 这个圣灵 祂跟我们说话 以前根本不会听 祂说话你听不懂啊 所以 弟兄姐妹 当我们要认识 我们的身子 不再属于你我了 你不可以说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今天要做 所以你今天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请你要知道说 你问问神 是不是 你要这样做 祂也跟着你一起去 因为我们是祂中价买来的 祂是花代价的 就像第十三节说 主是为生子 主是为我们 祂不是用口说的就这样 祂不是想象的一些 这个神 罗来福在上面 不用动指头 我们这位神 祂动了重大的代价 就是祂拆祂的儿子 从祂的身边下来 跟我们一样倒成肉身 经历我们在人世间的 一切的痛苦仇房 人生一切经历的羞辱 鞭打 疼痛 极致死亡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的身子 我们这个人 是祂中价买来的 所以这位神 不当看见你的心 虽然我们的身子 身子可能会要暂时地修活 可是祂有一天 要把我们身子要复活 所以呢 底下再有一个slide 就是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 我们要荣耀这位神 身子是圣灵的殿 所以我们要来荣耀祂 那么在这个地方 就继续放下去好吗 那么这个地方 我刚才跟你讲了 十三十四节说 不可以乱 十五到十七节说 要与主联合 不能跟参祭联合 在这地方 他用的字是 逃避隐形 十八节 他说你们要逃避 乱 你要逃避他 你要逃避 你还不是说要去看什么 你要逃避 圣灵 神在你的里面 你要逃避 你不要觉得好奇 你可以去 以为你的免疫力高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 我就说这个神的话 启示下来 是那么精准 是那么精准 好 那我们看到这十二节 我们都给他过了 都读过了 那我们今天 再复习一下 就是 身子是什么呢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我们这个就是 把这个短短的这个九节 圣徒要如何 为什么要荣耀身子 刚才讲了 因为身子不属于我们的 身子是属于神的 身子是基督的肢体的一个部分 身子乃是圣灵的殿 所以呢 就继续往下放吧 所以呢 我们只能 这个身子是荣耀的身子 我们这个身子 当你成为基督徒以后 当你那一天重生的时候 就在那个刹那间 你的身子 也变成荣耀了 虽然不是在末世 主要给我们复活以后 那个荣耀的身子 那个不再受地上 不再被苦难病魔长老的身子 可是在主里面 在神的眼光里头 当我们那一天 相信祂 悔改信祂的时候 当我们那一天 因为信 神的宝血 祂儿子的宝血 洁净我们的时候 神看我们的身子 不再一样了 祂开始顾惜我们的身子了 弟兄姐妹 在马太福音 耶稣对这个门徒讲 两只 麻雀 麻雀一只只值一分银钱 麻雀在地上 有一只要掉到地上 还得父神点头才可以 我们每一根头发 我们的阿爸父都数过的 所以我们这个身子 虽然有一天 暂时的要先朽坏 可是神有一天要给我们复活 可是即便这样 神要我们今天 就要爱惜我们的身子 因为我们这个身子是属于祂的 我希望我们今天这堂课讲完以后 我们都领会 都记得 我们的身子 乃是神荣耀的身子 圣徒的身子是荣耀的 好 那么我们如何来荣耀祂呢 最后一章slide 我们知道了圣徒的身子是如何来做在 身上荣耀都放下来 那么首先 就是这一段的经文最中心的讲 不可淫乱 逃避 不当不可 还要逃避隐形 在准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还在想 我们这个教会 弟兄姐妹好像没有什么淫乱的东西 可是我要告诉你 到了新约的时候 不要以为旧约的律法很严格 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经常说 新约在恩典底下 自由啊 没有 我们不用这么守着那个律法了 可是弟兄姐妹在新约的时候 神的标准倒成了肉身 神的标准 神已住在人间了 祂的标准更加的高了 耶稣说 什么是淫乱 当你看见一个妇人中了淫念的 你就与她发生了奸淫的关系 这就是神眼里头淫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 在心里头 对一些的事情 产生了一个不健康的意念 在神眼里头都不解 祂这位神住在我们里面 祂知道你不解了 我们谁也逃不了干系 我们并不是都被免疫了 弟兄姐妹 求生帮助我们 不可淫乱 我们要逃避隐形 包括我们有时候看电视剧 以前好多我听见 有些姐妹爱看韩剧 哇 一击一击地看 有什么东西 有的时候我们身体 也是软弱的 也是愿意看 可是求生圣灵提醒我们 我们看 看什么东西 那么如何在身之荣耀神 我们时时地与主联合 我在这里写 时时 我们不是每日 后来我想每日 早晨联合一下 下午还忘了呢 求生帮助我们 时时与主联合 成为一灵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整天 怕不得弟兄姐妹要来教会 如果有弟兄姐妹 两三次没来 其实我心里就焦虑为他 我不是说要看到 我们完全不是要看 说人数 弟兄姐妹 我们根本不是因为要看人数 我们是当人知道 一段时间没有手腕关系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 这个大的染缸里头 他就疏远了 我们担心 我不是说他一定疏远 我们就担心 因为他是我们这的羊 我们被托付 要来牧养 在神的里面 我们要来守望 这是从神来的托付 所以 我们时时与主联合 我们为主而活 其实我不用写为主而活 当你时时与主联合的时候 你一定为主而活了 为主而活就不用了 当你时时与主联合的时候 你的心意自然更新 你也不用说 我要不要做这个 我要不要做那个 No 你如果想着主啊 我愿意跟你联合 我愿意读你的话语 我愿意来亲近你 听赞美的诗歌 礼拜天早晨九点 其实是很享受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小孩子的 要早来不容易 没有小孩子的空巢的人 为什么早晨不能起早一点 九点就来这安静 等候神呢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请敬拜队上来 今天这个信息到这里没有 就完了 可是我盼望着神的信息 响当当的在我们的心里头 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子 不再是属于我们的 这首诗歌与主合一 今天我们要来守圣仓 我们今天特地把守圣仓 放在了这个信息的后面 因为我自己也有一个悔改 以前守圣仓最多的时候 就是认罪 但是今天我们守圣仓的时候 要知道说 神用祂的重架 用祂儿子的身体 买赎了我们 这个身子 我们今天不单是 来成为新造的人 是这个身子上面 与祂联合 以前我们常常没有想着 这个物理的身子 没有想着这个 邦邦邦的这个身子 这个血肉身子与祂联合 今天这节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神看我们的身子 是身心灵一体的 神看我们这个人 不是只看你的心 不看这个灵 在神的眼里头 是身心灵合一的 身心灵 祂看为是一体的 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平安 并不是说不遇到车祸 身体不生病 神的平安那个shalom 是整全的 是全人的 好 我请求 我们这个时候 一起用这首诗歌 圣灵在这里做工 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 你也拿起 你刚才进来的这个饼杯 好不好 这个饼杯 我们来预备 来在神的面前 来预备我们自己 再一次 今天明白 祂的恩典 是这么样的浩大 我们要来用什么样的心 感恩的心 悔过的心 地质的心 来领受神的身体 主的身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